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除了王之外最大的官 不仅如此 他的女儿是当今王妃 生乖六甲即将生产 只要剩下男孩 赵氏家族会更加的厉害 可就在关键时刻 王突然驾崩 为了让王妃能够顺利生产 赵学生命令神医 又名为生死嫂的神药 将王复活成为一名丧尸 知道王世变的人寥寥无几 身为王目前唯一的儿子 狮子亲自前往神医住所查询 没想到是神医带回来土地的尸体 恰巧的就是被王咬死的 医院的病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误食了他的肉 直接导致丧尸大爆发 一夜之间伤亡无数 狮子带领贴身护卫展开生死大战 根据目前所知 丧尸一共有三代 第一代是用生死嫂复活的人 被他们咬死的人不会发生事变 第二代是吃了第一代咬死人的肉 成为丧尸的 他们行动敏捷 以卜利活人为目标 被他们咬死的人会在短时间成为丧尸 第三代由死而诞生 丧尸虽然强大 但是有缺点 很怕水 而且只有在晚上活动 白天会找地方躲起来 狮子得到这些信息 聚集各路人马共同抵抗 他们所在的城市是丧尸第一道防线 身后的城市是赵学舟带的人 前面是丧尸 后面是死敌 狮子该如何生存 担救百姓 第一季故事在狮子 坚守一个晚上之后结束 本以为丧尸只有在晚上活动 没想到第二季一开始 丧尸大军在白天照样活动 随着吼叫和压压一片 全速攻了过来 面对这样的阵仗 士兵全都慌了神 负责阻挡火墙无法点燃 大家只剩下拼命逃跑 好在狮子的陷阱大坑起到了作用 大批无脑丧尸 涌进陷阱 然而仅仅阻挡了十几秒 丧尸大军便将大坑填满 后面的踩着前面的身体天进 狮子等人站在木制城墙不停的射箭 更是调动重型武器五连法 一批极致一批丧尸在破火下跪刀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无法抵抗 城墙被推得摇摇欲坠 照这样下去 士典估计要送命在这里 无奈率领不下 只好逃走 不光士典的防线被攻破 其余的几条障碍接连被破 第一次抵抗宣告失败 那些没有来得及跑进城里的士兵 惨遭啃食 城墙下面被围得水泄不通 士典只能从暗道逃回城里 狭长小道成为最后的成绩 金身肉搏 士兵丝毫不拒 一搏接着一搏牺牲 成为丧尸的一员 此时负责断后的安宣大人手下被摇 他指的自己命不久矣 用刀插进自己的身体 连接铁锄和大门 建立一道人肉城墙 勇士无论身份高地都值得尊敬 在此前 他对勇信说了对不起 对三年前的事感到抱歉 勇信接受了他的道歉 并亲手解决掉他 防止他死后成为丧尸 与此同时 义女和赵帆巴也被丧尸围堵 赵士隔着小息怒吼 却不敢跨越 义女突然意识到 生死草是喜好寒冷之初的药槽 赵士继承了药槽的特性 他们之前并不是惧怕阳光 而是害怕白天的高温 现在天气逐渐入冬 温度开始下降 他们才会在白天也能够自由活动 想要返回原来的场基本不可能 活命只能前往赵学舟控制的庆鸟岭 赵帆巴是赵学舟唯一的指责 也是赵士一族唯一的继承人 肯定会接受并安顿他们两个 赵学舟看不上眼前的指责 但他自己的儿子被世子所杀 自己又已经拈迈 家族只剩下这么一个猴人 既不能打也不能骂 很让他恼火 于是给他安排了该有的贵族待遇 另一方面 皇城查回件起案 御营厅发现 书名刚刚生产的孕妇和婴儿惨遭残害 他们发现死亡的孩子都是女婴 孕妇死前说是从芳妃私宅逃出来的 士兵调查薛姬确实从哪里过来 王妃的手下报告 御营厅开始调查他们 不过王妃并没有任何谎长 无时告诉他 只要等到明天 将会由孕妇剩下男婴 成为王妃的孩子 只要有男孩在手 谁都不敢动他丝毫 丧尸的事情 目前皇城并不知情 他们只知道爆发了瘟疫 前线的安宣达人手下产生了质疑 三年之前的丧尸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只是碳食忍肉 被咬的人并不会传染疾病 日出之后不会活动 他认为现在这种情况 是老天对他们的惩罚 他们之间的谈话 恰巧被世子护卫听到 他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世子 没想到世子去怀疑他 从世子带他离开皇宫 赵学舟对他们的行踪一行而出 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 护卫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护卫反驳道 他抛弃即将生产的妻子 跟随世子经历千难万嫌 居然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对此他表示很伤心 就在两个人谈话之际 城中的粮草被人点燃 熊熊大火烧掉了仅存的口粮 罪犯竟是看管者 他害怕自己的孩子被饿死 打算偷走一些粮食 不小心碰倒了烛台 导致了失火 他跟随安宣大人了很久 所以并没有被斩 一座城这么多人 没有粮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世子决定亲自带人搞偷袭 赵学舟虽说带着大军前来 但人数上并不会太多 房线这么长 肯定有估计不到的烧塔 只要趁着夜色做掩护 攻进去并不难 按照计划 他们果然潜入成功 简单解决几名士兵 便闯进赵学舟的大营 看似是世子计划成功 实际上是他们中了全套 赵学舟早就知道会夜袭 故意让人放他们进来 等他们聚在一起 一块给包围 离开皇宫时 他将变成丧尸的王 一起带了过来 引用世子和王之间的决斗 面对自己的胜负 世子该如何抉择 这正是赵学舟的高明之处 第一种情况 世子将王杀害 王死掉 赵学舟以逆反罪命 再处理掉世子 即监盖王成为丧尸的秘密 同时也解决掉世子这个障碍 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二种情况 世子被杀 王活下来 赵学舟会以王被感染为由 除掉他 也可以带着王作为傀儡 第三种情况 两个人都活下来 这种情况 基本不太可能实现 成为丧尸的王 没有人性 王和世子被关在一间屋子里面 只会活下来一个人 不管结果怎么样 赵学舟肯定不亏 不得不承认 此人真是老谋深算 套路满满 世子和安炫 这种莽夫和他对比 就是小孩子 眼前如同丧尸的生父 世子始终下不了手 刀刃面向了自己 双手都被割出去 仿佛那一刻 活着的父亲走了过来 顿时让他想起父亲之前的话 他所爱的人 不是死了 就是被放逐 只剩下最珍惜的世子一人 因此你一定要活下来 必须让那些人 明白你和他们不同 务必要让他们看看 真正的王是什么样子 等身中树枪的安炫 打开门 世子已经斩杀王的头颅 瘫坐在地上 惊心恍惚 安炫用仅存的一口气 附在世子的耳边说了一些话 然后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紧接着赵学舟上演苦情细 宣告世子是谋害王的逆臣 暂时将他们全部都关押 皇宫的谋杀案 引得忠诚的注意 运营大将决定亲自前去调查 王妃得到消息之后 立马将四宅的孕妇转移 尽管如此 士兵还是发现了踪迹 截获了三顶轿子 里面装的都是死去的孕妇和婴儿 大将怀疑 死去的都是女婴 这里面可能藏着重大的秘密 应该更加深入地调查此案 话还没有说完 宫中吹响了天鹅号 宣布了王离使的消息 朝廷大臣陷入激烈讨论当中 忠臣提议 当下最要紧的就是重新立王 世子因为逆反没有了权利 王妃目前还没有生产 可以找到被流放的皇族 汝成军的后裔 讨论还没有结束 侍从告知王妃即将要生产 真实情况是 王妃若无其事的甘作证 没有一点怀孕的样子 御营大将必须在王妃有孩子之前查清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画面来到前方战线 医女用赵凡爸的领牌见到了世子 世子紧握着她的手 在地上写下一行字 医女神情恍惚 犹豫要不要这么做 正打算要处决世子等人时 永信的人越狱要暗杀赵学舟 她的枪法非常的准 只可惜有人挡了一下 赵学舟才侥幸躲过 永信他们再一次被压制 军营之中再次传来打造的声音 前晚死亡的安眩大人成为丧尸 众人一脸不敢相信 安眩并没被咬 咱们会成为丧尸呢 这其中只有世子很淡定 安眩此时告诫她 想要活下去 必须把她变成丧尸 世子交代医女忧伤生死草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安眩是第一代丧尸 并不具备传染性 被咬死的人不会成为丧尸 赵学舟的手下 是第一次见到活着的丧尸 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眼看着安眩冲向了赵学舟 在她的脸上咬了一口 至此王国第二集 前两集的故事就是这样 接下来会讲解接下来的故事 紧张刺激一点都不少 赵学舟是不是会死 王妃又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世子能不能够成功脱险 今在下期王国 点击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未经许可,不得票 未经许可,不得票 他真的不费